阿歐歐歐 我這台車其實就是佛系改裝 雖然說有個小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教R用做的 讀出即可證 寶貝 老直役 海冠 I got the pain Track it all over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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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 這什麼 應該沒有吧 有夜行 有夜行 後面不敗 多少 1200 對啊 靠北 那為什麼要改斷框 其實就是遇到了中古的馬 對 我們改車一直都是撿人家二手的 很少裝全新的 你不要再說下去了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那它現在 有斷框啦 然後煞車也有改過啦 然後磁壁有重新配過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現在騎起來是什麼感覺 首先如果騎快一點的話 有斷框當然它的 左側變換的速度又可以再更快 我們大概已經講過一百多遍了吧 大概兩千多遍 百改框為先 對不對 所以 現在是OZ的斷框嘛 可以看到它旁邊其實是有一些 一個一個的 一個一個的 偷情用 對 斷框就是鍛造的意思 對啊 用鍛造 它的結構強度會好一點 意思是說你就可以把它 做得更輕一點 對 薄一點 嗯 然後它針對外圍的部分 就是有開了那些逃中的窗戶 嗯 就可以讓外圍的重量再更減輕 因為斷框追求的就是 轉動慣量要低嘛 嗯 所以越靠近外圍的地方 它的重量應該要越輕 是 所以OZ的做法是這個樣子 是 然後再來是煞車的部分 對 總泵是 Gaspeed的 然後配Stylema Brembo的卡鉗 對 那這邊要跟大家分享就是 我們以前的總泵都習慣用19的 就是火塞比較大 那它的拉桿形成會比較短 嗯 那 因為現在的卡鉗 其實 大家在講黃下重量的時候 卡鉗也是一個部分 因為卡鉗其實是跟著輪軸心一起在上下作動 卡鉗的重量也其實也是要被計較 它是屬於黃下重量的一部分 所以Stylema比較輕 對 Stylema比較輕 所以為什麼Brembo要出一個新款 那它的活塞也比較小 那對於比較小的卡鉗活塞的時候 總共就可以用回去17的 哦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自動力到基本上 搭配我們那個什麼 EVC的 5GP什麼 FAX 對的來臨片 自動力就還是 有比原廠的好一些 這台車很難改 就是因為其實它的原廠料件 就已經給的很不錯了 它原廠其實是擬性的 一體式的 也是算切銷還是什麼之類的卡鉗 是 就等級也蠻高的 所以改了Stylema就是 稍微啦 有穩定一點 線性一點 然後天冷這樣子 長下坡路段 連續下坡路段 它的衰退沒有那麼明顯 我們講的衰退就是你在拉的時候 拉桿行程會變 拉桿行程會越來越輕 我的變很多耶 真的啊 我覺得可能是Stylema的散熱比較好 M50的散熱可能變那麼好 能吧 覺得應該是這樣 對 要不然就是煞車油 我那個昨天才剛換的啊 我那個煞車油是利寶的時候換的 對已經被利寶煮過了 就是比較高階的煞車油 有耐熱性比較好 但是它的吸水率也會比較高 嗯 所以就是時間 就是壽命沒那麼長 嗯 對 然後再來就是電腦的部分 我們之前有改Reppy Bike 是 對 它其實一直在強調就是 讓你的操作 就是讓車子可以變得更 反應再更 貼近油門一些 雖然說這台車已經過以為HONDA了 HONDA 啊 HONDA的專長不是油門很線性嗎 就是你開多少轉速就會上去到多少 是 你如果要斷油的話 它會要求你油門一定要到地 就是到地 對 轉速才會真正上去 這是日本田 所以我們常說它的車很好奇 是 就是油門跟動力的跟隨性是很好 對啊 可是到了Triple R可能因為環保法規 因為什麼奇奇怪怪各種因素 就不太好 不太好 對 它會有個很明顯的動力 就是油門反應的落差 就是5000轉以下 油門不管怎麼開 它就是要NO GO一下到5000開閥什麼的 它才會出力 它一旦5000轉一出力的時候 你就準備要關油門了 這時候你就不能給它那麼大的油門 所以這台車當初全球場的時候 騎一下很辛苦 這也是為什麼要改電腦的原因 就是把它的重力速補起來 讓你的操作可以更簡單一點 然後最後就是 前面有提到加持的部分 對 因為其實Triple R的原廠持比很重 大家應該都聽說過它的傳說 也不是傳說啦 就是它的經典試機 4檔299馬 對 對啊 所以可想而知 它的持比設定 原廠是給它超重 可能是因為 對應它的動力很大 所以為了市售 讓大家騎起來好奇一點 有點像Jet 158 不然講到Jet 158 因為Jet 158原廠那時候跟我們分享 就是它的開閉盤角度 不是開閉盤 講錯了 土力盤的角度 有經過修正 簡單說就是它 它把一二檔廢掉了 對 讓你騎Jet 158的時候 即便是一般人 技術比較平常的人 不是啊 不要誤會 我不是針對你啊 在吹油門起步的時候 Jet 158不會那麼暴衝 因為它的皮帶其實在前組的部分 不然是沒有下到那麼低的位置 然後離合器結合的時間 也故意提早 讓Jet 158可以 比較順利的起步 不要一貫孤輪 不然原廠說 它正常配置的話 那個車是很容易孤輪的 對那 Tripa可能也有點那種正頭 就是原廠故意把齒比配很重 讓它在路上騎的時候 可以比較聽話一點 不要亂爆衝嘛 對啊 然後讓它的那個什麼 在巡航的時候 可以用比較低的轉速 我相信那跟油耗 也是環保法規在搞之類的 那我們現在把它配回44尺 用阿芳的齒盤 就是可以讓它 對會比較線心一點 反而比較線心一點 打開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這台車現在的狀況就是 它可以跟阿用一樣 因為電腦有改嘛 它可以用到比較低的轉速 就是6檔2000轉 大概時速56尺吧 對 對 這樣子方式其實也不錯 就是它可以很friendly的經過市區 不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對啊 然後因為轉速可以很低 然後油門反應這些 就是它低轉終於有足夠的扭力了 不然它以前 你升到太高的檔位 然後轉速掉得太低 你一吹油它會 咯咯咯咯咯咯咯 在那邊打架的那種聲音 它不走 對 那它現在就不會 它就可以用比較低的轉速 然後慢慢騎 心情就會比較好 嗯 對 所以 簡單分享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出貨要改到現在 對 還是沒辦法甩開阿用 可能要改個 好 我覺得 對啦 今天我們也有討論嘛 你在什麼地方會比較 快 快 什麼地方比較慢 近彎比較快 對 那我們今天稍微測試一下 得出的結論 得出的結論就是阿用的近彎可以比較快 嗯 因為那個前叉真的很高階 嗯 太作弊了 太作弊了 真的 我這個BPF 瞬間就是 對啦 反正就是我近彎要比較保守 嗯 速度要慢一些 所以你會丟 對 你會丟 稍微阿 當然山路嘛 我們不是說好慢 儘快出過 你為什麼拿吹歪 不會可進彎 我沒有吹歪 你看你的輪胎 嘛 沒有你的輪胎比較 好咖咖可以結束了 好就直接